所以让我们在这里反显 我说佛英语 是跟方栋梅先生去哲学 方老师跟佛地云很深很深 当代的哲学家了 他也是非常偶然的机会 遇到今天 我那时候好奇 向他来人家请教 这佛经哲学你从哪里学来的 他告诉我 抗战时期 就是二次大战的时期 他在中央大学教授 有一段时间生病 有朋友介绍 这个 峨眉山 风景很好 环境非常优雅 那个地方养病是最好的地方 他就去了 在峨眉山养病 住了三个多月 山上 那个时候没有资讯 报纸杂志都没有 也没有电话 山上只有佛经 读书 读书人吗 没有事情就看看佛经 这一下就看进去了 越看越欢喜 从此以后 没有一天不渡经 台湾第一次翻译日本 万字续账 这个消息 我知道了 我告诉黄老师 黄老师 真的 真的 是真的 他到第二天 就去定雇了一部 我也买了一部 研究佛经 这部实藏的资料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里面 古人的诸解很多 看古代的诸解 就在万字续账 大正藏手里 精度 诸解很少 你要看古代的诸解 就万字续账 老师 遇到我之后 大概两三年 他在学校里面开库 全开佛经 这大概是在大学里头 头一次 也可能只有这么一次 讲大单元 在台湾大学 晚年 大概二十年的样子 将大臣复许 随唐复许 未经复许 从台大退休之后 福人大学 勤许了 在福人大学 讲华严 这些 万年的时间 所开的扩许 全是佛学 他79岁 往生 走得太早了 他要多获胜 那对台湾佛教界 影响就太大了 正是他对于大臣 全部接受了 他走了 非常可惜 我跟他的时候 他才四十几岁 那个时候 对于佛法 没有完全接受 他指阳碍的一部分 就是佛经 讲的 这学里讲得多 他还告诉我 佛教里头 一半是高等哲学 一半是迷信 但迷信那部分 不必去学他 学他的信宗 三论宗 禅宗 跟法相卫士宗 天台跟华严 他也非常欢喜 特别把华严谨 介绍给我 到晚年的时候 不再说佛教里头 有迷信的部分 原来认为是迷信的部分 都是了不起的 学书 全部接受了 真难得了 他老人家也皈依了 正式 树三皈 拜广庆老和尚为司 成为真正的佛门的词 这不是迷信 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了 我对佛法也是如此 没有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我不会相信 那么这讲 私生的关系 与佛的关系 像方东梅先生 与佛的关系 不是过去身中 有深厚的根基 那怎么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我跟他老人家 一见如故 绝对不是偶然的 我进佛门 他接引 不是他 我不能生起信心 张家大使叫我 出家 叫我学释迦牟尼佛 这哪里是偶然的 第一本佛书 教给我念 释迦牟尼佛 释迦方志 释迦牟尼佛传记 唐朝时候人 编的 大赞经里面 说这有 告诉我 你要学佛 你对释迦牟尼佛 要认识 你也不认识他 释迦牟尼佛 真正东西 你就学不到 你必须认识他 所以释迦牟尼佛 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学乳 要学恐梦 恐梦是好样子 学道 要学老庄 地形在那个地方 怎么会错呢 这段经文 说这些关系 生生世世 不是一生一世 我们敬爱老师 尊重老师 老师的教诲 我们常常记住 时时刻刻 要把这些教诲 落实在生活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 待人教育 振得受拥 我自己修佛 六十年 讲经教学 五十三年 我没有道场 具物定是火 一生过着 游牧的生活 哪里有缘 哪里去 这个道场 你们同学知道 是给你们物资备 建立的 是供养你们 希望你们 希望你们 能真正依照 佛所说的 就做 应戒得定 应定开会 你们成功 戒必须是三个根 如是道的三个根 你能花个一年两年时间 把它做到 你就具备了 圣贤的基础 具备了 学佛的基础 你有资格 成菩萨成佛 你有资格 成为孔孟 老庄 不是做不到 圣年的世界 就有相当口观的成就 你们看到 中国 董伯 刘苏银居士 他是55岁 才闻到佛法 65岁 他成就了 圣年 真是古人所讲的 实在寒窗 一举成名 他真真听见 听懂了 听明白了 发现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他十年当中 就听一步 无量手机 听观点 我问他了 无量手机 我讲过 十遍了 你听的是 哪一遍呢 他也不知道 他把清醒告诉我的时候 是早年 在减美图书馆下的 好像是第二遍 第三遍 很早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是用那个 录音带 录音的 没有画面 录音的 以后 这套录音带 做成现在的光碟 CD 他拿的这条光碟 一天听一片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听十遍 就是一天听今十个小时 十年不中断 一步听完了 从头再来 每一天 一个小时 重复十遍 常识寻修 一门深入 他做到了 除了清静之外 他今天阿弥陀佛 心底清净 一尘不染 人非常老实 现在在外面 讲经教学 人家问他 你怎么修成 他说六个字 他一生成就 就读六个字 第一个老实 第二个听话 第三个真干 这六个字 不是他独有的 古今中外 祝佛菩萨 都是这六个字成就的 你一生不能成就 换句话是 你不老实 你不听话 你不肯正干 你这一生 空过了 他能把这个六个字 抓住 不放松 深连成就了 虽然只学了一部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真的是滚瓜烂熟 请他讲别的经典 讲得偷偷是道 这是什么 一精通 一切精通 无量寿经 是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 所说的一切经当中的 第一经 他选对了 学这一部经 得一切祝福的加持 为什么 你看看 世尊在这个经里的介绍 设法复赞 小本弥陀基 你们看到六方复赞 没有一尊佛 不赞叹基督世界 没有一尊佛 不赞叹阿弥陀佛 在这个经上 世尊告诉我们 祝福对他的赞叹 释迦牟尼佛的代表 赞叹他是 光众极尊 佛众之王 许印金太重要了 我第一次讲华严寅 明国六十年 那个时候常常在海外哄发 回到台湾 就继续接着讲 我记得讲了十几年 八十讲了一半 四十也讲了一半 突然有一天 我就想到文书普行 学什么法门 成就的 善才同子 学的是什么法门 因为后面没讲到 我就在后面一番 去看 看到四十话语 第三十九节 文书普行 都是法院求生净土 再看看五十三餐 善才同子 第一个参访的 吉祥云比丘 吉祥云比丘 修什么法门 博中三味 终而念阿弥陀佛 为善才开示 二十一种念佛法门 二十一是密宗里面 表法 大圆满了 把圣方三世 一切祝福所说的 一切经法 归纳为二十一大类 一切经教 全是 念佛法门 不可思议 善才成的 第一个先访问 那就是 先入为主 再看最后的 第五十三个 普行护萨 设大愿望 倒归极落 这才完全明了 善才同子 彻头彻尾 就是修一个念佛法门 一生辰宗 当中五十一位善之师 是代表一切法门 一切法门 他都通达 都明了 没有修 只修 知修的佛 其他的 看看 听听就行了 我从这个地方 才完全 才完全死心塌地的 修净土 以前只是对净土 不排斥 不反对 但是没什么多大兴趣 对他不认识 不了解 所以 我入这个 进度法门 是华言 发华 愣言 带领我过来 愣言经里面 二十五元通账 观音实质 我明白了 所以 张家大使早年告诉我 佛法 知难行义 心真的不难 知太难了 但是你不知 你的信心 什么起来 你愿发不出来 所以知 必须的痛苦 然后我们才了解 才体会到 释迦牟尼佛 讲经说法 四十九年 为什么 是帮助这些 忠上根性的 同学 断以身心 就目的在此地 信心真深了 愿真乏了 那就很容易了 一点都不难 刘苏云就做了好样子 他有信心 他能坚持 深年不改变 一步间 一天停事变 这是 信神说法了 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朋友 要知道 他55岁开始 65岁成功 那么我们 学院的同学 应该差不多 也读到这个年龄 接近五十年 来得及 你要学 刘苏云的话 好好地 盛念 在这个地方 你成就了 你才对得起 这个道场 你才对得起 社方的供养 今天这样的修学道场 大概在全世界 可能也只有这一个了 你们在这里自由自在 没有任何 任何 有所 我们这个做法 是 学释迦牟尼佛的 但是 释迦牟尼佛的弟子 过过都是 持戒 修定 开悟的 那我们这同学 还是烦心的 还是自私自意 还是明文立养啊 烦恼吸气 没放下了 那不成就 不成就来生 就是三土 啊 往生极乐世界的 机会不大 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那现在呢 听到这部经 这部经在此地是细讲 已经超过六百多个小时 这部经讲完 我估计一千两百多个小时 我希望在这里 多注意一些事情 因为这里我们每天 可以讲四个小时 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春天 这个经 就可以讲完了 这是一桩大事情啊 大家真正 把刘淑云讲的六个字 抓住 听话 不是听我的话 我的话你们不相信呢 你们也相信 你们早成功了 听佛在经典上讲的话 我们大家是同学 我们的老师是诸佛菩萨 你们真干 会真有成就 现在这个地球上灾难 越来越多 越来越严重 真正是佛的人 心是定 不会受外面境界干扰 你住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是佛地 随一个人 要有信心 要有愿力 信心愿力 不可遂议 朴贤仪是大愿王 道给一路 弥陀以四十八愿 皆因众生 禁忠是普贤法门 每一次提到这个经 都会向大家慎重地 郑重介绍 这一部经 第二篇 得尊普贤 如是道三个根 你还是不擦闻 普贤神愿做不到 神愿的境界 厚厚生于浅浅 没有普贤神愿 你就没有条件 静如 极乐世界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普贤神愿者 华阴 简洁 没有四十八愿 你跟阿弥陀佛 不是同志 你往生就有障碍 所以我们编定 禁忠同学 周末 扩本 把早扩 读的经文 就是本经 第六篇 四十八愿 我们要心同福 愿同福 纨括 我们采取的 这个经文 是本经的 三十二月 三十二篇 到三十七篇 那一段经文 长 讲什么东西呢 讲五界十善 断我修善 参除业障 我们用这个 专修净土 今年的书 一切实 一切处 静缘现前 能够提得起 今天里面的教训 帮助你 帮助你 改邪归正 帮助你 端正心念 这些三才不困固 决定 往生 一切 一切 借来 幸 愿 行 为自良 而登并安 要真心 要切运 恳切的愿望 要真心 那这个真心是什么呢 我常常讲的 劝导大家 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阿弥陀佛以外的 全都放下 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 这样 你就能登并安 并安就是往生 极乐世界 社固 行安四元 修行 集物 利便 修行 祝师 祝师的话 修行 最 极要的 必须得做的 就是利便 利便 他的依据 是真心 你不信 运力不起来 真心之后 运就生起来了 你看这个经文 每一篇 每一段 佛菩萨祖师大使 苦口婆心劝导我们 我们不能不感恩 不能不认真 这个事件是假的 包括自己的身体 每一样你能带走的 信念行 可以带走 凭集你的真心切约 独行 阿弥陀佛就会来 借赢你 我生 末后 给的 供养 四杯一福 加瀉佛等 彼等为我弟子 金供养我 佛相知 表 善根与 因缘之不可少也 你看 小本与他经上说的 往生西方 基督时期 不可以少善根 付得 因缘 等生 必顾 跟这是一个意思 那么我们 善根 负得 因缘 少不少 不少 善根是什么 善根是能信 能解 如果你对这个法门 有疑惑 你不了解 你善根 少了 可不可以 补足 可以 像刘苏云 就是一样 一天 听一片光碟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重复 听十遍 这是什么 把善根 补起来 他善根 补足了 你去问他 王神 有没有把握 他有把握 他随时 可以往神 所以他对这个世间 彻底放下了 什么时候走 都可以 还有人想跟他学 他就可以多住几天 没有人跟他学 他就走了 生死自在 福德 是你能愿 能信 你愿身 进土 你真念 弥陀 你有福 因缘是你在这一身当中 的人身 翁佛法 遇到的 尽踪 又遇到这个 灰基本 你这个语言 太殊胜了 这个缘分 很不容易遇到 三个条件都有了 你要是不能往生 那就是你自己的业障 太重了 烦恼习气 太深了 你依旧敌不过烦恼习气 每一天在讯息 善根福德不够 就血流水 能在很短的时间 把业障消除 都是在一心 世尊也常说 智行一处 无死不败 把心放在哪里 放在阿弥陀佛上 心里没有阿弥陀佛 还胡思乱想 你错了 谁障碍你 你自己障碍自己 谁破坏你 自己破坏自己 没有任何人有力量破坏你的 你还有贪嗔痴 如果贪嗔痴 这个念头很浓 那你就要时时刻刻提出警告 贪跟莫鬼到相应 辰跟地狱到相应 吃跟畜生到相应 你这三个东西很浓厚的话 你跟他们的云很深 你还有自私之地 你还有明文理 这说明 你对大臣不了解 你在大臣法里头 没有得到法胃 没有尝到法胃 没有得到法喜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说 你错过了 你在妄想当中度日子 你辜负了释迦牟尼佛 辜负了你过去身中所修的 善根佛的因缘 你还是用轮回心 再造轮回业 这不可能我神了 本经复会议十文品 这还在后面 第四十七品 到处第二品 经文上说 若不忘息修复会议 如此振发不能为 尽宗无量寿 是世尊出世第一证法 这个条件是 你要不是在过去身中 深深深深深 有佛会的根基 你听到这个证法 才会生欢喜 你才肯证感 那如果你父会少 这一生遇到了 遇到了不相信 遇到了还不愿意往生 这个世界好 那这个地方值得留留念 极乐世界你没看到 你不相信 这是什么 没有佛会 为什么说 没有佛会 这个法门你遇到了 你这一生可以做佛缺 那要多大的佛报 那要什么样的智慧 所以 你不相信 不肯学 这是正常的 大佛会的 一万人当中 难得有一年够 所以你就晓得 遇到这个法门 听到这个法门 不相信 不愿意往生 那是正常现象 绝大多数的人 李老师当年在台中 告诉我们 他是以自己到场 台中连世 一万个年由当中 真正能往生的 就三五个 万分之三 万分之五 其他都不那么生 什么原因 佛会不足 李老师是大德 天天讲经教学 现身说法 做出典范 给我们看 看得懂的人不多 凑热闹的人很多 真可惜 谁的真感 我在台中生 李老师这个本子 给我了 同学当中 很多人不知道 他给我的本子 就是他的每一著本 那个时候 黄年老这个本子 还没出来 他在后 李老师又在心 所以我早年 讲过 十遍 只有最后的一遍 是参考了 念老的 这个大经节 前面都没有 都是以 李老师那主讲的 第一下年 就是 一尘 供养 读入来 这能 欢喜 心词 你动了 大福 你在过去身中 你见过佛 你供养过佛菩萨了 这样的佛报 确实是 不多 这样的人 在这一生当中 他往生 肯定是 即使是在 凡身同居度 也是上辈往生 上辈往生 就自在了 想什么时候走 就可以什么时候走 临走的时候 佛就来接引 不需要人 祖念 不需要人 照顾 自己真正 做得了主宰 这是上辈往生 所以遇到了 他真欢喜 我们用这一手记 看刘苏云 刘苏云 过去身中 肯定是 修大福慧 要不然是 偶然遇到 他就生起 这么大的信心 夜门深入 常识喧修 十年 不改变 不被境界所转 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 今 我等能与世间 佛能以兴寿 则 绝非以效应 其实今天 我们 这是念老 所说的 我们在今天 在这个时代 能够遇到这步 遇到之后 能信 能接受 这不是校园 下面就说了 该由于过去身中 非于 一佛二佛 而终善根 舍于 无量佛所 种族善根也 这话是真的 不是假的 如果我们过去身中 没有种这样大的善根 你怎么可能生起信心 从这一点 我们自己能反省 能够体会到 我过去身中 有没有种过善根 有没有种过佛会 我今天遇到了 这样稀有的法门 是不是真的 把它看作稀有 还是把它看作 平平常常 无所谓 平平常常 无所谓 没有善根 福德了 不是 不是祸 这一部大战经 摆在面前 这么多经典 我在美国 那时有个同修 现在听说在北京 也是个美国公司的代理 在大老师里 一个同修 问我 如果 在一切经里 只允许你选择一部经 你选择哪一部 我没有考虑 也没有忧郁 直接了当告诉他 我会选择 弥陀经 偶也大肆地要解 我要不是世界上 这些地方 这个人请我讲 这个经 那个请我讲 那些经 很分众生嘛 要一到我的时候 我一生就讲 弥陀经要解 讲这一部经 为什么 那个时候 无量寿经的 这个汇集本 我还没看到 那么这两样东西 看到了 哪一样好 哪一样多好 你要愿意细讲 无量寿经 你要愿意 乐说 那就是要解 要解 应光大肆赞叹 说 即使 故佛再来 给弥陀经 做一个注解 也不能超过其上 赞叹到极处了 换一句话 要解 就是阿弥陀佛 自己来说的 夏连君老君死 用了十年的时间 汇集成功 阿弥陀佛 加持他 汇集 这么样的完整 太难得 太稀有了 不能不珍惜 真实 被千万一截 难遭遇 我们遇到了 古队 应该像阿摄王子一样 听了这个经之后 正发愿 真正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能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这就是一尘愿害 一尘 是一尘尘佛 下面一句 是帮助有缘人 辗转教授 遇到有缘同学 我要真叫他 我叫他真的 不叫他假的 我叫他是真正之正 唇中之唇 运行平等 传授正法 究竟的目标 是同振 迷途 这就是阿摄王子的愿望 我们 在这身当中 愿意做福 真想做福 不但要做阿弥陀佛 我们要做阿弥陀佛 向他老人家学习 学习的成就跟他老人家一模一样 同心 同德 同怨 同心 在这个世间 你们所要的 我完全不要 跟你们没有冲突 我所要的 你们也不要 所以没冲突 大家可以和睦相处 你要这个世间 五一六成 明文立养 全给你 要这些东西 实在告诉你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这是有道理的 你要想真正往生 必须把这个世间东西 全部撕掉 连亲情都不能带 亲情 也是烦恼的根 有这个东西 是非常大的累赘 是往生 极乐世界的 大障碍 不但障碍你往生 障碍你振信 障碍你理解 障碍你智慧 障碍你福德 有被害而无一利 你留恋他干什么 心里头有阿弥陀佛 那是有被利而无一害 你为什么不选择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到四天 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